本節目是由破解版遊戲火焰騎士網贊助播出唷 哈囉大家好我是舉若 這次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朋友的真相 還有為什麼我會沒有朋友 如果你隨便在路上問一個人 朋友的定義是什麼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會回答 可以一起出去玩啊可以一起聊天啊 可以互相幫助對方 或是可以從他身上學到什麼 這些回答其實都沒有錯 不過說穿了朋友跟朋友之間 其實永遠脫離不了一個原則 那就是利益 也就是我能從你身上得到什麼 但這個利益並不一定就是指金錢 因為我們大部分時間從朋友身上得到的利益 其實是快樂、學習、滿足感和經驗 所以你會發現在學生時代你會有很多朋友 但是當你越長越大 尤其是出了社會之後 朋友就會開始慢慢變少 這其實是一個好現象 因為當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是我們沒辦法靠自己去達成 比如說你可能想要買某個東西 但是身上的錢又不夠 這個時候你就會找其他朋友 大家湊一湊合買 然後一起共享這個東西 或是學校的老師可能要你去搬很重的東西 如果你只有一個人根本搬不動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去找朋友跟你一起完成這個任務 其他還有很多啊 比如說你沒有駕照也沒有車 但是你又想出遠門玩 那麼你就必須要有一個有駕照又有車的朋友 或是你今天在學校跟人起衝突 對方約了十幾個人出來談判 你就必須要找更多的朋友到現場幫你助正 但是當你長大之後 你開始擁有經濟能力 你會做的事情比以前多了 你也有自己的想法 很多以前你辦不到的事情 現在都變得超簡單 換句話來說 你跟你朋友之間聯繫的誘因就會越變越少 而相對的你原本的朋友也會有一樣的想法 所以很多人會誤以為是因為我長大了所以不想交朋友 但真正的原因其實是因為很多事情你自己就可以完成 所以你不需要這些朋友 如果你已經是個社會人士 你一定會發現你現在身邊還有在聯絡的朋友 大概就只剩下三種 第一種你跟他互相知道對方太多秘密 這種通常是學生時代就開始一起玩啊一起耍白癡的朋友 兩人的價值觀興趣也都差不多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麻吉閨蜜 第二你認為還有利用價值的人 比如說他會修電腦而你不會 他是某某店的店長去那裡消費可以打折 或是他人脈很廣想知道什麼消息找他就對了 第三種單純的酒肉朋友 這個我想應該就不需要多做解釋了 反正就是對你也沒啥幫助 但是可以一起玩的朋友 所以你會發現那些真正有成就的人 他們的身邊總是圍繞著一堆想跟他做朋友的人 但是他卻很少把別人當成是朋友 因為是別人要靠他而不是他要去靠別人 而那種年紀一大把還吹噓自己身邊有一堆朋友的人 通常都沒有什麼成就 因為他把別人當成是自己的好朋友 但是別人卻不這麼認為 所以我常跟別人說朋友不在多而是在金 有用的朋友其實一兩個就夠了 至於我的情況就比較特殊 雖然我也沒什麼朋友 但是我之所以會沒朋友 並不是因為我太有成就 而是因為我講話真的太雞巴 所以沒有人要跟我當朋友 至於到底有多雞巴呢 我想我可能要親自示範一下 你們才能感受得到 在開始之前我也要先聲明 以下你看到的內容都是最真實 完全沒有加油添醋的情況 這就是私底下的我 狀況一 朋友來找我聊天 欸 舉個我跟你說喔 我不想聽 好啦 你先聽我說一下嘛 但是我真的不想聽 你先聽我講完嘛 OK 那你講啊 好 那我要跟你說囉 我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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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二 朋友說笑話給我聽 嘿 舉個我剛看到一個笑話 超好笑的欸 哈哈哈哈哈哈 剛笑到我肚子好痛 真的超好笑的 好啦 先不要吵我 我再忙 狀況三 朋友生日 嘿 舉個 今天是我生日 是喔 那我一定要送你四個字 干我屁事 狀況四 我打電話給朋友 喂 你怎麼那麼晚才接 你在打手槍喔 最好是啦 我在外面 什麼 你在外面打手槍 唉 我媽在旁邊阿 什麼 你媽在你旁邊 你還有辦法打手槍 我跟我媽在吃飯阿 什麼 你跟你媽一邊吃飯一邊打手槍 你這樣不太好喔 你打給我到底要幹嘛啦 沒事啦 我只是想確認你有沒有在打手槍而已 困 狀況五 我打電話給朋友 喂 幹嘛 這麼快就接起來了 你一定是正在用手機看影片打手槍對吧 在玩遊戲啦 幹嘛 玩什麼遊戲 吃雞阿 吃雞裡面有黃色的畫面嗎 沒有阿 那你怎麼還有辦法打手槍 唉 我沒有在打手槍阿 那你的聲音為什麼聽起來那麼喘 喂 喂 還在嗎 在阿 你到底要幹嘛 沒事阿 純粹好奇你是不是在打手槍而已 看你真的很無聊耶 狀況六 我打電話給朋友 先跟你說我沒有在打手槍喔 我又沒有打算要問你 你幹嘛自己承認 你這種行為不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因為我知道你一定會問阿 所以你是做賊心虛囉 好啦 你到底要幹嘛啦 沒事阿 就問問你在幹嘛而已 我在看YouTube阿 所以你平常都用YouTube打手槍嗎 你真的很煩耶 這個梗到底要玩幾次阿 玩到你沒有打手槍為止 阿 我就真的沒有在打阿 那你昨天晚上有沒有打你自己說 幹你屁事阿 按照心理學的推論 如果你沒有打就會直接跟我說你沒打 但是你卻說幹你屁事 這就代表你有打但是你不想承認而已 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沒有打 我怎麼知道你能證明你現在沒有打嗎 你可以問我妹她就在旁邊 我幹嘛要問你妹阿 你自己有沒有打手槍還要問妹妹嗎 還是你妹平常都會幫你打手槍 喂 喂 狀況七 我朋友打給我 喂 幹嘛 你是不是在打手槍阿 拿別人的梗這樣很好玩嗎 我跟你講了很多次了 我們做人寧可失敗也不可以抄襲 要做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 我完全不知道你當初公民老師到底是誰 怎麼會教出你這麼失敗的學生 你這樣對得起你的父母嗎 你對得起你的師長嗎 你對得起你的國家嗎 想想看你父母辛辛苦苦把你養那麼大 供你吃供你住供你穿 結果好不容易從學校畢業 結果你好得不學 沒錯 不要懷疑 這就是為什麼我的朋友都不太敢接我電話 也不會主動打給我的原因之一 最後也希望各位能珍惜身邊的好朋友 如果你常常覺得自己身邊有個很爛的朋友 那麼請你一定要先想一想我 再看看你的朋友 你就會忽然發現 他其實沒有那麼糟糕耶 這下一個人就說到這邊 我是橘沃謝謝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任何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橘沃碎碎唸 我們下次 見